刘先生是杭州德信柏林印象小区的业主 4月23号晚上他开车回家 想把车停在沿街商铺门口的车位上 刘先生说这片车位业主停车的话5块钱一天 他当天过来的时候里面明明有空车位 我看到这个里面有两个空车位的情况下呢 这个保安拒绝让我死路 他说要让停在这个门口的这个车子一进去 那我说他可以先进去 那么我也先进去 他就是不让我进去 空车位是有 但是因为边上停了两个车 我们已经联系了 等于他要我们联系他也停过来的 刚好这个业主过来了 就是说算上不规范停车的 停车位其实是满了 对停车位上面系统上面已经显示是零了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的不行 等于说他们先停在店门口是可以的 不是因为他进来的时候确实里面有空位 他少进来他停在店铺门口了 然后我们跟他沟通过了 因为停到临时车位上面去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你冲动了 冲动是我冲动 但是那不是他说的这个情况 是这个车那在这里停了比较长时间的 所以说我们已经联系了 刘先生说当天他确实冲动了 动手掰坏了道闸 后来他和物业的工作人员去派出所调解 在民警的见证下 他赔了1240块钱 物业提供了和道闸厂家的聊天记录 对方说杆子690元超常见运费182 上门安装及配速雷达学习调试350 小计1260 算上税金1237.8 金额反而少了 这里应该是计算错误 刘先生说他看到新装的杆子后实在没法认可 明显这两个杆子长短不一样的 相差四五十公分 那么这个明显就不是原厂家定做的 定制了他需要从厂家过来发货 然后如果为了保证安全 我们先把这个就是一个暂时的换过来 两天之后呢 包括这个原厂度他可以量 因为这些东西他损坏了之后 包括这位先生自己讲过 发票也好 包括这个旧的设备也好 都可以给到他 我跟您说过了 已经厂家的货已经到了 你现在又说还买到 你这就存在着 可能跟他也解释不通了 这种情况 这个确实临时 对 如果说不坏 如果说不坏 那这个坏的杆子出了什么问题 那他赔不赔 刘先生对杆子的价格还是有疑问 他说小区最近在做一些设备的升级 公司栏里曾张贴 倒闸的直杆只要450元 这次怎么要690元了呢 这个没问题 我到时候可以让厂家过来 跟他做第一对一解释 因为我们是这样 因为我们到达是9号 9号正常启用 出现事故的时候应该是23号 这边的话根本还没验收呢 我们还没有验收呢 是你物业叫我赔偿的 是你物业给我的这个请单 我只是中间要把这个东西 给我们厂家把钱给掉 包括转账记录 好吧 我们都可以给到他 中间又没有说我们存任何钱 我们只是咨询那个厂家的一个收费标准的 如果想如果我们自行安装了 如果后期有什么问题 我们也是解决不了的 肯定要厂家自己过来 请网友大家评评理 就是作为列祖跟物业有矛盾有纠纷的情况下 那么一个港子的价值本身就是淘宝上是一两百 那么你要原厂家定做呢 它的公司排上是四百五 在这种情况下 需不需要上新到原厂家定做 并且转车送过来 并且原厂家只派两个公民过来安装 有这个必要吗 请大家网友大家来评评这个道理 1818黄金燕记者报道